然後呢我需要什麼 再把 第一 這個Excel裡面的一二三月的資料 全部都倒過來 那怎麼倒過來 第一個當然我們前面有做過 你要先建立一個什麼 查詢設計 裡面的話有一個叫什麼 Seql對不對 這邊的話你先練習一下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個insert into語法 我看一下應該有吧 在這邊 insert into 第一季 有沒有 藍匯在這邊 Values 如果是文字 就是前後單引號 那這邊把這一串 複製一下 Ctrl C 對不對 再到這邊 Ctrl V 執行看看 如果 有出現新增儀列 恭喜你這個語法沒有錯 再來怎麼樣 把這個語法放到ADO裡面 讓ADO幫你執行 ADO的話就可以藉由什麼 Essal裡面的外掛 他幫你寫資料到Essal 到SS 那一次一筆 如果你要多筆的話就跑回圈 全部insert into insert into insert into 全部就跑完了 OK 應該這個流程應該都還有印象 反正我們就簡單的SOP 好 那最後這個有了之後 Check一下 第一季有沒有 全部整理一下 有這一筆記錄了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 有一筆資料過來之後的話 再來就多筆 所以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下一個步驟 底下就是 這邊有個利用ADO新增資料 有沒有 這一段 那你可以把這一段複製 貼到我們的那個 Essal裡面 然後再做一些修改 修改哪裡呢 修改這邊 其實也是從工作表整合VBA 加一個底線 資料庫 那裡面到底做哪些事情呢 基本上 就是做這個地方 第一 這個是從第一季傳 就是call 利用ADO新增資 我們是把它貼過來 就貼這一段 貼到下面 然後去呼叫 分別把 它的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第五欄 分別放到裡面 那這底下我多一個東西 application 點StateBar 目前進度 那StateBar是什麼東西 就是指的是 在你的 Essal下方這邊有空白處 會顯示一些訊息 這個當然可以 代替PolishBar 不過還是沒有PolishBar那麼漂亮 你將來可以 它會顯示在這邊 那最後做完它就一筆 一筆一筆的幫你把它做 把它新增 然後呢 最後一個Matchbox 就是 轉檔完畢 的一個訊息 最後呢 call清除資料 就把第一季 當然這個地方是指的是 把第一季的東西 第一季的東西 搬到 SS裡面 那當然你將來可以練習說 如果你今天不是第一季 搬到資料庫 而是一二三月個別搬的話 那就再修改一下 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個部分 留給各位回家試試看 好了 其實應該我覺得應該不是太難 前面的東西 如果你可以做出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應該也差不了多少 OK 應該沒問題吧 反正就一個蘿蔔一個坑 最後做完的話 我們這個應該 我想這個把它 Ctrl C 一下 然後再把它 切到那個 開發人員這邊 一樣把它 Ctrl V 我們寫這麼多了 然後就這一段 然後 再來 我看一下 create New一個 這個 這個地方 最好 create 就不需要 就引用 OK 大概貼上 這個地方的話 稍微再改一下 其他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OK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然後下一次的話 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提出來 再來討論好了 OK 畫面做完之後 再貼到那個 資料庫裡面 就OK了 那細節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再試試看 如果有問題的話 再提出來討論 那下一個禮拜的話 我想我們就繼續再往後 再繼續看那個有關 我們今天是合併 然後再後面的話 就是資料的分割 分割部分的話 你可以是查詢 查到你要知道 自動幫你產生的工作表 幫你產生 或者批次查詢也可以 可以 那今天先到這裡 那今天先到這裡 好